拿着玉山谷作为缝制瘦皮衣的针线 70岁的戴名副长老 利用学手可得的废弃物 发挥巧思就变成了最佳工具 戴名副长老是南回县唯一还会制作瘦皮衣的达人 利用三猪或是三羊皮等瘦皮 制作成坚固的瘦皮衣或是帽子 甚至是将衣摆改良变短 避免传统衣摆过长造成不好活动 他的手艺极搞经常创新改良款式 每件衣服或是帽子都是独一无二 从以前我小时候就看到了人家很多 很多 有着当衣服 有着当鱼鱼 有着但是我也是一只小孩子很好奇嘛 年轻人很好奇嘛 我会把它拿来就去穿看看 但是穿起来好像卡卡卡卡你知道吗 好像不舒服 好像不搭高一样 我就奇怪 到时候我有机会如果可以弄到的话 我来做看看 果然没 不是我所料的 有一天我达到了上衣 这一只上衣 第一只上衣我就好好地给它规划 来试试看 我就现在还在 三十年前的第一件瘦皮衣是带长老自己摸索 并求问部落长辈制作而成 到现在还保存良好 长老说过去有件瘦皮衣相当重要 老人家们如果说这个山猪在吃那个地瓜 在吃那个芋头 为了预防他们那个 马上要把这个山猪解决 他们会穿这个 山猪的皮 扣扣在那个石头上面 等那个山猪来 制作一件瘦皮衣除了技术之外 还有更重要的文化意义 看会不会是适合 还会不会是有文化有历史的背景 就是我都把它这样研究 把它弄出来 所以一个皮衣 一个帽子 还有一个我们的刀 不是说乱带乱带 不是说乱挂乱挂着 像我戴这种帽子 是我们台湾所的那个英雄肉 我们几个人 几个人在去山上去打猎的时候 第一个碰到的 第一个刺死刺伤的 这一点就是他 长老的工作室挂满了瘦皮衣 还有动物骨头 他说要有这些东西 才能说自己是个猎人 而为了要取得瘦皮 懂得狩猎固然重要 但强调身为一位猎人 更要清楚知道猎场还有传统领域范围 你们要去住你们的猎场 你们的传统利益 就是在金城山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 你们以前离开这个部落的时候 那些四五十岁的 四五十岁的人就离开了 二三四年以后你们回来的时候 其实昨年以后 二三四年以后你们家回来 是光光的 你们没得问的 所以你们文化历史上 都是给你们抄出来的 我给他说怎样 我们没有念书的人 没有吃过我们的人 没有离开部落的人 我们一一地陪伴那些老人家 所以我们有很多口误 我们有很多意思 其实代长老也曾因为时代变迁 十五岁就被迫离开部落 在外讨生活 就先有去沙奥地 然后从沙奥地回来 又跑去台北 就台北工作 我们干那个民众 民众达到公司 我们做了地下局 做了台北车张 做了那个什么原因 光是在台北市工作 就长达四十年之久 但在这过程中 他常常想着部落 每次一拿到薪水 就会回部落一段时间 一直到五十多岁 他回部落定居了 长老除了制作寿皮 竹编 木雕也是他的强项 工作室的竹子公僚 也是他一手打造 处处都有巧思 长老的年纪老迈 很期待能传承 这些技术和口述历史 世代的变迁 文化的传承 长老感叹 只能期待有新人出现 但他的工作室 随时欢迎有愿意学习的青年 明年寒暑假他都会让部落的孩子 前来学习 就是希望这些传统工艺 能够代代相传 记者Molas Pia 台东泰玛里采访报道